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虎部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55G的节目 应该也是我2023年最后一次更新了 现在时间是12月31号 下午大约3点半左右 今天的话呢 抽点时间赶快也给大家更新 这款变形金刚最新的大货产品 美版的变形金刚 重新激活系列里头的 Atomus Prime 这是一个组合包 下一位是Deluxe Class 然后这款Atomus 这是Volge Class 它是一款非常有分量的V级的玩具 而且可以说是今年吧 2023年年末最后的一道闪光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体型 相较于今年推出的几个OP来说 高而且胖 而且壮了很多 非常的有分量 跟这款Wolf Cybertruck的OP 我没想到它们两个的身高 居然可以差到这么多 然后跟非常收到好评的 SS10002号相比的话 整个也是大了一圈 光是看头的比例你就知道了 然后整个身形的话厚得更加的大了一圈 然后身上的一些造型的话 有一些相像 但大概也只有大概百分之六七十是一样的 整体来说的话 它依然是一款重新设计的玩具 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笃定 它可能是今年官方最好的玩具 应该是排得到前几名的 尽管我是不会做这个排名 但这一款的话 人气度来讲 各方面来说是非常赞的 它一把能量斧 而且这个能量斧并不是普通的橘色 它是有带一些黑色的涂装 那这个的话是扣在手上就行了 然后稍微转个角度 就可以形成它的一个惯用的武器 然后这个电玩的话 目前还没有发售 看上去的话 它似乎是狂派跟博派会联合起来 跟人类三方施力应该是联合起来对付一个新的什么什么什么病毒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对还是不对 Anyway 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狂派跟博派是一起并肩作战的设定 应该是 所以它才会把这两个玩具放在同一个组合包里头 那我们今天的话 时间关系 我只跟大家做OP了 它的枪有一个缺点 感觉这个博饼的话实在是太短了 没有涂装是一回事 我们也习惯了 这个博饼的话 你看这个长度做到这边 你这样扣上去 手臂这样还行 你手全头条一转 基本上很容易就把它给推出去了 因为太短滑出去 这种哀伤的话 实在是让人觉得不是很愉快 它的胸口的话 还可以打开 有一个领导模块 而且是可以拿出来的 那我们就还是把它给轻松的取下来 给各位看一下领导模块 那内部的造型就是如此这般 Voyage Class的玩具 做到能把领导模块拿出来的 其实也不是每个OP都有的了 那头雕来看一下 头部是个球形关节 那面雕的话 覆盖面积挺多 眼睛只露出来一点点 有点接近于MP10 美版的水蓝色 非常的好看 那我再提一下 这款玩具的各个关节 颈度非常的紧 我都有上了一些戏 不然的话 特别是拳头的转动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转 那手臂的平举 可以看到这里是开口的一个关节 手臂360度转动 没有问题的 二头肌也可以转动 手肘弯90度 拳头可以转 然后腰身也可以转动 脚前后踢都是非常紧实的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它并不是一个球形关节 整体来说的话 玩具的一体性 算是非常的好的 膝盖的话呢 里头有一个组合卡 记得把它给扣到底啊 那玩大概是超过90度一点点的啊 脚踝的话呢 也有一个接地啊 这个可动度的话呢 也不算太差 由于这个后面这个造型啊 这里掰的时候注意一下 由于造型的关系 所以这个腿的长度的话 并没有做到特别的长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你要做出一个蹲姿啊 跪姿的动作的话呢 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重新激活版本的OP 它的变形过程吧 首先的话呢 我建议把先把后面的背包 这里有锁扣 把它给解开 整个都给翻开 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把这一个侧边这个板子的话呢 它本来是在内侧 我们把它翻到外侧来 这个地方的塑胶有点软啊 但是呢 不软的话呢 恐怕这个变形早就坏掉了啊 这个地方啊 我们先都给翻出来 里头呢 还有一片部件 先把后面给整个解锁 手臂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这里 里头有一个盖板 把它给翻开 整个给翻开 翻开之后的话 你旋转一下 然后手臂倒折 倒折成这个形象啊 这里也是一样的 整个翻出去 然后手臂反过来 反折到这里 头的话哦 它这个白色的凸 扣进黑色 这个白人对印第安人啊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是建议吧 如果可以的 可以的话 你不用把它整个扣进去 因为扣进去的话 反复拔呢 白人有倒勾很厉害 但是呢 我怕这个久了会断掉 你看我已经有点白痕了 因为我有倒勾 对不对 我是天选之人 那这个把它放到后面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动作 把胸口给挑出来 整个挑出来之后呢 内部的板件帮它翻出来 整个翻出来 内部还有两个板子啊 把它给扣出来 以及呢 这里有一个类似于是 MP10的一个把轮胎收进肚子里头的一个设计 在这个地方 两侧翻出来 翻出来的时候呢 这里就把它给推出来了啊 翻 这里就把它给扛出来 然后往前面继续过来 好 到这边 扣过来 这个地方呢 先把它组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然后呢 把整个 你看到这里有个连接杆这个地方 把它给 这个 脚我们先推下去啊 再把这个地方给推下来 因为我要把这个后面整个腾空 这里的话呢 把整个身体的这一根脊椎骨呢 把它整个给立平 立平之后啊 先这里转出这个形状来就好 因为呢 我们接着要把手臂卡进去 以往手臂卡进去是很简单的 但是这一款的话呢 手臂卡进去呢 却会得到非常多的阻碍 所以呢 我会建议是先把它整个都给清空 这边整个都清空之后 转到这里之后 再把它给翻到内部去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把它给塞进去 到这里 然后呢 这一块板件啊 我建议是这个时候先把它给推进来 好 另外这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 总而言之呢 我们要进空 让胳膊进去 这样子 推过来 到这边 把它给塞进去 它的这个干涉是真的是比较 比较麻烦啊 各位如果说你有更好的一个 变法的话呢 你也可以跟我参考一下啊 那这个方式闪躲是还蛮OK的了啊 进去之后 整个的这个盖板子 上往下可以扣了 这里呢 拳头 记得啊 把它给转成 这个方向 转成 好像 转两个方向 好像差别不大 但是要转正 只要转正就可以了 好 把它给包覆进来 扣进去 好 扣进去 那这里的话呢 有两个组合卡构 这里 这里 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给扣进去 这边 好 扣进去 再来顶盖的话呢 就把它给盖下来 盖下来的时候呢 这里 旁边 有这个组合的一个卡构 把它扣进去 那到这边已经变形差不多了啊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变形它的一个腿部 腿部的变形的话呢 算是 OP的脚里头吧 这一款的变形 算是有一点点设计感的了 当然也有一些 SS38的一个感觉 这个地方都可以打开 然后把这整个空间腾出来 翻上去 这里 打开一点点过来 然后再包回去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一样包回来 然后这个地方一样盖回去啊 这个腿这边变形就完成了 另外一次也是一样的啊 把后面的灰色盖板打开 脚底板 打开 然后这个地方 松脱开来 反折过去 脚踝 躲过它 包进大腿 包过来这里 扣回去 这里扣回去 然后两腿的话呢 就可以做一个合并了啊 把它给扣上去 扣上去之后的话呢 把它往上面提过来 这边 上面会有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 各种碰撞的声音没关系啊 我的话就是直接暴力的 把它给掰上来了啊 到这里就是有一个卡钩在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啊 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的感觉吧 干涉是真的是还蛮多 但是它的塑胶整个偏软吧 我已经不知不觉把它当成 魔方的玩具一样在掰了是吧 那这里一样把它给扣进去啊 这个地方 好的 那么呢 这一款这个 Transformers重新激活系列的 OP呢 它的一个从机器人到卡车形态的一个 啊 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 打工告成了啊 然后它的所配置的武器啊 这个枪的话是扣侧边的这个突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这个斧头这里扣上去啊 当然这个是绝对是比较蠢的 但是就是 形同于 就是有比没有好的一个武器的搭载的一个过程啊 那么呢 它的卡车形态呢 嗯 嗯 照理说呢 我看了一下 这个目前公布的电王画面 它是发生在地球啦 但是是属于一个比较接近于未来时空的地球 所以可能 你说它是地球的载具吧 有吧 但是也有一点科幻的感觉 其实呢 而且它的很奇怪 就是它的干扫就只有前面的这个防撞感 或者是这个一看就是那种震报用啊 或者是那种有侵略型的这种卡车 你看有带尖刺的啊 那这个干扫啊 刮痕就做在这儿 其他地方的话就反而就一片灰啊 没有特别处理 这款其实如果涂装一下肯定很好看 或者是说官方的玩具本来就是欠涂装 涂装一下细节都是 一旦细节凸现出来就会很好看 你看这个地方也是像推进器一样的 那后边的话呢 这些细节什么东西都有 整体来说这个基础模具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 然后玻璃也是一个透明的部件 整体来说的话呢 分量也很够啊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Voyager Class的玩具 蛮推荐的啊 但是它是个组合包 它跟这个Sellway是放在一起的啊 那如果是单纯买这个的话呢 我相信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啊 都是还蛮值得入的 那这一集的话呢 就是我们2013 2023年的最后一次更新了啊 谢谢各位这一年来的支持啊 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统统期待这一年 没有特别想说的 因为我想说 因为离过年啊 还有离我的这个 每年2月11号的这个创台的这个 纪念日子都太接近了啊 所以有时候如果吧 如果我今天晚上还有空的话吧 我再给大家聊聊天 不然的话呢 今年可能就更新到这一集了啊 啊2023年啊 年末的最后一道闪光啊 啊这个不错啊 推荐给大家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